然后今天李老师他有硬性的指标 要求我把自己随身带的这个包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上次拍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了 那这次带的有什么不同呢 我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拿出来的是这块布 它不是一块普通的布 然后可以放一些什么易碎的东西把它包住 然后包住之后它就不容易打开 还不容易碎我平时会拿这个布呢 拿来装我喜欢的播放器和耳机 因为都比较多 这个是今天化妆老师送给我的一个眼线笔 为什么他会送我眼线笔呢 是因为我这只眼睛以前上面长过麦里种 然后动了个手术把它割掉了之后就缺了一块睫毛 然后用化妆老师今天看见了就说送我一个 然后可以拿来补一补眼线自己化妆的时候可以用 还有这个是一个卸妆水 因为我平时工作完之后 我想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比较随性一点 然后工作完之后就会直接把它卸掉 因为留在脸上有时候会挺不舒服的 所以带了一个卸妆水 还有一个这个化妆水 然后卸完妆之后就可以擦这个 嗯 还有一些糖和耳机 带了一款新款的耳机 还有钥匙什么呢 嗯 为什么我已经可以 stood there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